台大女医师曾玉慈被酒驾沾震山撞飞枉死 告别式上亲友同事不舍送他最后一程 丈夫更是首度公开谈起爱妻 他哽咽难过的说 大家应该信任并且去爱身边最爱的人 他到现在还是没有办法接受 太太已经离开 而赵氏的业务员他不敢踏进告别式的会场 下跪磕头说对不起 然后快闪离开 至于曾玉慈的恩师柯文哲 他说要推动酒驾防治基金会 不希望悲剧再上演 一张张温馨照片 背景却是感伤音乐 台大女医师曾玉慈 五月底遭酒驾撞死 好友举办音乐追思会 丈夫首度在镜头前真情流露 请就要去觉得我可以放下 所以即使是现在每天我还是会去拿 他的品味的咖啡来喝 我会一直觉得他就是在我心中在我身边 即使是连天使什么都不足以去形容 他的善良跟单纯 吃剧最心爱的人 丈夫难掩悲伤 追思会像眼泪擦了又擦 天使医师走了 家属悲痛难以抹灭 教室者詹正山在女医师临堂前下跪 三度磕头 或许是不想打扰家属 也可能心情太沉重 不敢踏进去 一句对不起 张正山提前现身告别式现场 又匆匆离去 曾玉慈的恩师柯文哲 更用远航的渔船来形容 虽然地平线上看不见 但不会让曾玉慈就此消失 曾玉慈不仅捐出器官 疑爱人间 未来更可能以他名义 成立基金会 守护更多人 继续新闻 你是我主观假 SQ小组 台北报道